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说不减反增吧 有点这种趋势 因为我们看到9月份的制造业的这个数据 其实跟上个月比差不了太多 就是下降了0.1个百分点 但是呢就是说反映我们现在还是在一个产能过程 因为毕竟是在产能过程这样一个大环境下嘛 因为我们看到就是实际上8月份我们的PPI 就是说生产者价格指数实际上还在持续的下滑 而且是下滑的幅度有所拉大 另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的工业企业的利润情况 因为我们看到8月份的工业企业利润 实际上是下降了8.8个百分点 这其实是8.8% 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降幅了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因为前期股市比较好 可能是带动了工业企业的利润 它这个投资收入可能收益可能会比较大 但现在这个东西这个情况已经没有了 所以工业企业的利润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下滑 那在一个产能过程跟利润企业利润下滑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制造也很难是短期的也是很难出现一个改观的 服务业这个月的话实际上是比上个月有 大概有一个百分点的下滑这样的一个幅度 实际上这个可能有一个短期的扰动因素 因为大家说知道都是9月3号 大家那个月宾实际上大家也都已经体会到了好多商场 餐馆什么其实都已经关门了 其实在我们的调查中 有一些企业也已经提到过这个因素 对服务业来讲 这可能是一个比较短期的一个扰动因素 所以在综合来看的话 实际上因为制造业跟服务业都在 都在这个数据都在出现下滑 所以整体的经济的下行的压力其实还是存在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制造业跟服务业的数据虽然一直在下滑 但是其中还是有一些现象是有一些改善的 就比如说制造业跟服务业 其实出现了一个继续分化的情况 服务业里面的这个就业指数表现还不错 也就是说引发这种大规模失业潮的可能性比较小 那你觉得说这种分化说明了什么呢 其实这个就业其实最直观的 一个就与这个行业发展的情况是密切相关的 因为制造业刚才讲的是在一个产能过剩 企业利润大幅下滑的这样一个情况下 那肯定是这个企业情况越来越差 因为而且其实制造业的就业数据这个月 其实是出现了一个就是下滑的幅度是更大的这样一个情况 而且确实有一些企业说因为产能利用力不足嘛 所以出现了一些减原的一个情况 对服务业来讲 我觉得这个就业的改善 其实在另一个侧面 从一个侧面也是反映了说 可能九月份这个服务业的下降 在很大程度上 确实是因为就是月宾这样一个短期因素的扰动 但是对就业的总体的一个情况来看 那我们可能还要持续观察 来看这个服务业就业的增加 到底能不能就是长期的来弥补掉制造业就业 这样下滑的一个情况 可能还需要持续观察 因为毕竟经济持续下滑 可能各方面累积的压力会再幅不增加 这个可能还是不好说现在 那看到这个经济继续探底的这样一个过程 大家普遍认为说好像财政政策是不是应该加码了 但是现在您觉得还有多大的空间呢 因为确实是 因为前期其实货币政策做出它很多 像加息降准之类的这些东西 但是大家一个普遍的观点就说 可能货币政策的传导会有一些问题 然后它的编辑效应可能是低减 大家可能都是寄信用于财政政策 其实我们看到其实今年来讲的话 其实财政政策也是出了不少 比如说之前的工程包 包括前一阵说16年的一些投资项目 就提前到15年来进行 包括其实我觉得像最近国务院常务会出台的 包括固定投资 固定资产投资这个资本金比例的下调 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来自己投资的一个措施 但是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财政收支的压力 一方面财政收支的压力比较大 再一个就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 因为财政政策的作用可能主要是体现在基础设施 设施这个方面 因为我们现在基础设施投资其实是比较完善了 相对于以前来讲要完善很多了 所以可能空间也不大 在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资金的状况 可能也不像以前那样子的 所以我们的可能财政策的作用 一方面可能还就是地方债的支换 这个额度的加大 另一方面就是说 看能不能再继续推动PPT这样一些新的手段来做 而且我觉得现在来看的话 财政政策的作用可能跟以前可能会不太一样 就是说可能更大程度上是说 我们财政政策只要保证了 我们的地方政府的流动性不出问题就可以了 你要指望它来大幅提升经济增速 这可能是不太可能的 那其实这段时间也出台了很多的措施 非常的密集 比如说比较受关注的 就是这个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的出台 那还有这个市场准备负面清单制度步伐加快 那这样的一系列的措施 对现在这个经济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因为之前大家都在讲说 要稳增长改革要进场 这确实是我们也看到了 很高兴地看到 这是一个很积极的一个变化 尤其是市场关注的这个国企改革 而且其实从内容来看 其实有些地方还是 大家觉得还是很受鼓舞的 包括这个市场准备负面清单这个情况 这个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要进一步的减重放权 然后对我们的投资管理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革 但是呢 我们应该看到 不管是国际改革也好 包括这个负面清单 其实详细的内容我们也没有看到 就是这些改革的措施 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过程 但是你要说指望它对经济增长 立马有一个拉动作用 那可能不太现实 但是呢 我们应该看到这些措施 实际上是在向市场传递的一个信号 就是说我们的 我们还是在继续向一个 更加市场化 更加开放的这样一个方向来做 然后这样的话 可能会给市场给企业一些 可预期的信号 觉得我们 毕竟是在往一个好的方向来走 可能会更加增强企业的信心 可能更多的作用是在这方面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PMI 基本呈现不同趋势 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 比上月升0.1 9月份中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3.4 与上月持平 表明中国非制造业总体继续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更多PMI相关话题 请点击屏幕下方链接 登陆财新网进行讨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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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